清醒地活,超越自我的生命之旅。 第三部分,自我解放。 第八章,要么现在就放手,要么坠入深渊。 对自我的探索与人生的展开,逆不可分。 人生中自然的起起伏伏,既可能促使个人成长,也可能造成个人恐惧。 其中哪一种会起主导作用,完全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变化? 变化既可以被视为令人兴奋的事,也可以被视为令人恐惧的事,但无论我们如何看待它,我们所有人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变化是生命的本质。 如果你很恐惧变化,你就不会喜欢变化,你会努力在自己周围营造一个可预测、可控制、可定义的世界,创造一个不会激发你的恐惧感的世界。 恐惧并不想感受自己,事实上它很害怕自己。 所以,你企图运用思想来操纵生活,为的是不感觉到恐惧。 人们不明白,恐惧只是诸多事物中的一种,是宇宙中又一个你有能力体验的对象。 你可以用两种办法对付恐惧,一种是你认识到你怀有恐惧并努力释放它,另一种是你保持恐惧并努力躲避它。 由于人们不会客观地处理恐惧,也不理解恐惧的性质,他们会保持恐惧,并试图阻止会激发恐惧感的事情发生。 他们一辈子都在定义自己需要过怎样的生活才能不出问题,试图以此来营造安全感和控制力。 世界就是这样,变得可怕起来的。 这么做听起来可能并不可怕,而且似乎很安全,但事实并非如此。 如果你这样做了,世界真的会变得充满威胁,生活会变成一场对抗。 当你的内心怀有恐惧,不安全感或软弱感,当你试图不让它们受到刺激时,生活中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事件和变化,挑战你的努力。 因为你抵制这些变化,所以你觉得自己正在与生活抗争。 你会觉得,别人没有按照他们应该的方式行事,事情也没有按照你希望的方式展开。 你会认为,过去发生的事情令人不安,并且把未来的事物看成潜在的问题。 你已经定义了,事情需要满足怎样的条件才能让你安心,而你对理想和不理想,好与坏的定义都衍生自那里。 我们都知道,自己在这么做,但是没有人提出质疑。 我们自认为,理应弄清楚生活应该是怎样的,然后把它变成那样。 只有那些看得更深刻,并且不明白,我们为什么非得让生活中的事件按某种,特殊方式进行的人,才会质疑这一假设。 我们为何会产生生活原本的方式并不好,他今后的情况也不会好的观念? 是谁说,生活的自然展开方式不好的? 答案是,是恐惧这样说的。 你内心中对自己不满的那部分无法面对生活的自然展开,因为后者不在你的控制之下。 如果生活以一种刺激你内在问题的方式展开,那么,根据你的定义,它就是糟糕的。 这个逻辑很简单,不干扰你的,就是好的,而干扰你的,就是不好的。 我们总是根据我们的内在问题,去定义我们外部经验的全部范畴。 如果你想在精神上成长,你就必须改变这一点。 如果你是根据你身心中最混乱的部分来定义天地万物的,那你还能指望天地万物是什么样子? 它们看起来,必定是一团糟。 随着你在精神上逐渐成长,你会认识到,试图保护自己不受问题的困扰,其实会制造出更多的问题。 如果你试图支配人物、地点和事件,以免它们干扰到你,你就会觉得生活在与你作对。 你会觉得生活是一场斗争,每一天都很沉重,因为你必须控制每一件事情,与它们作斗争。 这会带来竞争、嫉妒和恐惧,你会觉得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引起你的不安。 它们只要开口说话,或是做一件事,你的内心就会立刻感到不安。 这就使得生活成为一种威胁。 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如此忧心忡忡,为什么你的脑海里会出现那些令你困扰的对话。 大多数时候,你不是在试图阻止事情发生,就是在因为事情确实已经发生了而拼命思考对策。 你在与天地万物做斗争,这就使得天地万物成为你生命中最可怕的东西。 另一种选择是决心不与生活抗争。 你意识到并且接受生活,不受你控制这一事实。 生活是不断变化的,如果你试图控制它,你将永远无法充分地活着。 你会害怕生活,而不是好好的活着。 可一旦你决定不与生活抗争,你就必须面对那些会促使你去抗争的恐惧感。 幸运的是,你不必把这种恐惧藏在心里,有一种生活是没有恐惧的。 为了理解这种可能性,我们必须对恐惧本身进行更深刻的理解。 当你的内心怀有恐惧时,生活中的事件总是会去激发它。 就像一块被扔到水里的石头,不断变化的世界会在你内心的任何事物上激起涟漪。 这无庸置疑。 你会在生活中遇到把你推向烦躁临界点的状况。 而这些状况的产生都是为了消除被阻塞在你内心的事物。 那些被阻塞和埋藏在你内心的事物形成了恐惧的根源。 恐惧是由能量流中的阻塞物引起的。 当你的能量被阻塞时,它就不能涌上来滋养你的心灵。 因此,你的心灵会变得虚弱。 当你的心灵虚弱时,它会受到较低层次的情感共鸣的影响。 而层次最低的情感共鸣之一就是恐惧。 恐惧是所有问题的起因。 它是所有偏见、愤怒、嫉妒、占有欲等负面情绪的根源。 如果你没有恐惧,你会非常快乐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能烦扰你。 你会愿意面对每一件事和每一个人,因为你的内心中不存在能够干扰你的恐惧。 灵性成长的目的是消除导致恐惧的阻塞物。 除了消除阻塞物,还有一种方法是防止你的阻塞物受到刺激,这样你就不必感到恐惧。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你就必须控制一切,以避免内心出现问题。 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会认为避免内心的问题是一件可以靠智力做到的事。 但是每个人都这么认为,每个人都在说,我会尽我所能,维护我的想法。 如果你说了任何令我烦扰的话,我会捍卫我自己。 我会对你大喊大叫,让你收回你的话。 如果你让我的内心感到任何烦扰,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后悔。 换句话说,如果有人做了什么激发你恐惧感的事情,你就会认为他们做错了事,然后你会尽你所能,确保他们再也不会这样做。 你会捍卫你自己,保护你自己,竭尽全力,不让自己感到烦扰。 最终,你会变得足够明智,认识到你,不想让那些念头留在你的内心。 谁会刺激他们并不重要,什么情况会触发他们并不重要,它是否有意义并不重要,它看起来公平与否也不重要。 不幸的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那么明智。 我们并不是真的在努力摆脱那些想法的束缚,而是在试图证明保留他们是正当的。 如果你真的想获得灵性的成长,你就会意识到保留那些想法就等于使自己陷入困境。 你会希望摆脱它们,不惜任何代价。 然后你就会意识到生活其实是在帮助你。 生活使各种能够激发你成长的人和情况包围着你。 你不必判定谁是谁非。 你不必担心别人的问题。 你只需要在任何事情面前敞开心扉,让进化过程发生。 这时,你将看到触发那些想法的情况展开。 事实上,这一过程一直在你的一生中反复发生着。 唯一的区别是,现在的你把它看作一件好事,因为它给你提供了一个放手的机会。 那些压抑你的想法会时不时地抬头。 每到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放手。 你只需允许痛苦进入你的心灵,然后从那里通过。 如果你这样做,它就会过去。 如果你在真诚地寻求真理,那么你每次都会选择放手。 放手这一过程的起点和终点是你让自己完全投入到清空自己的过程中。 当你努力这么做时,你将开始了解放手过程中的各种微妙定律。 在这场游戏中,有一条定律你很早就能了解,因为它是一条不可避免的真理。 你很早就会知道它,但是你会在坚持它的过程中摔倒很多次。 这条定律非常明确,当你的问题被触发时,立刻放手,因为以后放手只会更难。 如果你去探索这个问题,或者与它斗智斗勇,希望能借此减轻痛苦,它不会因此变得更容易解决。 思考它,谈论它,或者尝试一次只释放它的一部分,它也不会变得更容易解决。 如果你想让整个身心获得自由,你就必须立刻放手,因为问题今后绝不会变得更容易解决。 要遵守这条定律,你必须了解它的原理。 首先,你必须觉知你内心深处有一些想法需要释放。 其次,你必须觉知到,你是那个注意到这些想法正在涌上来的人,与你正在体验的这些想法是截然不同的。 你注意到了它们,但是你是谁? 居中的觉知所处的位置是见证者的位置,是自我的位置,你唯有待在这个位置才能够放手。 假设你注意到你内心中的某样东西被触发了,如果你放手,继续待在觉知的位置上,你注意到的东西就会过去。 如果你不放手,反而迷失在从心头生起的烦恼不安的感觉和想法中,你会看到一系列事件如此迅速地展开,以至于你都不知道是什么触发了你。 如果你不放手,你就会注意到你的心灵中受到激发的能量具有磁铁一般的效应,它有一种非常吸引人的力量,会把你的意识拉进去。 下一刻你就会发现,你已不在原地,你将失去你最初注意到干扰时的那种觉知视角。 你会离开客观觉知的位置,你本是在那里看到你的心灵开始做出反应的。 你将被卷入来自你心灵的不断流动着的能量中。 一段时间后,你才会回来,并且意识到你刚才离开了这里,完全迷失在了自己内心涌现的想法里。 然后你就会希望,在此期间,自己的言行没有犯下任何会让你感到后悔的错误。 你会看一下时钟已经过去五分钟,一小时,或者甚至一年了。 你可能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失去清晰的思维。 你去了哪里? 你又是怎么回来的? 你会失去清晰的自我位置。 这是瞬间发生的,你不会产生去了任何地方的感觉。 就好像当你全神贯注地看书或看电视节目时,你其实已经游离于你的房间之外了。 你完全失去了意识的固着点,而你本来是以那个点为基础,客观地觉知周围的一切的。 你的意识离开了观看周围众多能量的居中位置,你的关注力被其中区区一种能量吸引了过去。 脱离自我的位置通常不是一种故意行为。 事物的吸引力会导致其发生。 意识总是会被吸引到最容易令人分心的对象那里,撞痛的脚趾,嘈杂的声音,或是受伤的心灵。 人的内在与外部世界遵循的是同样的法则,意识会转移到最能分散其注意力的地方。 当我们说它太响了,引起了我的注意时,就是这个意思。 这声巨响把你的意识吸引到它那里了。 阻塞物被触发时,也会产生同样的吸引力,意识会被吸引到不是感的源头。 于是,那个地方就成了你暂时的意识之座。 当不是感平息下来,放你离开之后,你自然会慢慢回归层次更高的觉知之座。 当你没有被干扰的时候,这里就是你的居所。 但是,与这个层次更高的位置,同样重要的是,你必须知道,当你被干扰时发生了什么。 你的意识之座坠落到干扰发生的地方,于是,整个世界看起来都不一样了。 让我们来一步步地分析这种坠落。 当你被拖进混乱的能量场中时,坠落就开始了。 你最终将掉到你不该去的地方。 那下面是你最不希望意识落入的地方,但它正是要被拖到那里去。 现在,当你透过被扰乱的能量向外看时,一切都被干扰,产生的阴霾扭曲了。 原先看起来很美的事物,现在看起来却很丑陋。 原先你喜欢的事物,现在看起来却阴暗而压抑。 但是其实并没有什么真正发生了改变,只是你是在从那个混乱的位置看待生活罢了。 你每一次看法的转变都是在提醒你放手。 当你发现你不再喜欢以前喜欢的人了,当你发现你的人生面貌大不一样了,当一切都开始变得消极时,立即放手。 你以前就应该放手,但是你没有。 而现在,放手变得更难了。 你本可以深吸一口气,在事情刚开始的时候放手。 但现在,你需要非常努力,才能够在不经历整个循环过程的情况下,回归先前的意识之作。 这个循环指,从你离开相对清醒的位置的那一刻,直到你回归所经过的时间。 这段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引起初始扰动的能量阻塞物的深度。 一旦被激活,能量阻塞物就必须运行完它的流程。 如果你不放手,你就会被吸进去。 届时,你将不再自由。 一旦你从相对清醒的位置坠落,你就要听凭被扰乱的能量摆布了。 如果阻塞物被一个持续的状况不断刺激,你就可能会在下面停留很长时间。 如果阻塞物受到的刺激只是一次偶然事件,由阻塞物释放的能量立即消散了,那么你就会发现自己很快又飘回上面去了。 关键在于,这一过程不受你的控制。 你失控了。 以下是对坠落的剖析。 当你处于这种混乱状态中时,你渴望采取行动,以努力解决问题。 你的头脑没有清醒到能够看清楚发生了什么,你只想让干扰停止。 于是,你开始发挥你的求生本能。 你可能会觉得你必须做一些极端的事情。 你可能会考虑离开你的丈夫或妻子,或是搬家,或是辞掉你的工作。 你的大脑开始说各种各样的话,因为它不喜欢这个空间,它想尽一切可能逃离它。 既然你已经落到了这般田地,现在我们就要进入最重要的部分了。 想象一下,当你在被扰乱的能量中迷失时,你实际上会做一件或多件你的大脑让你做的事情。 想象一下,如果你真的辞职,或者你认定我已经忍得够久了,我要向它表明不满,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根本不知道这是向下迈了多么大的一步。 你的内心发生扰动是一回事,可一旦你允许它表达出来,一旦你开始让你的能量摆布你的身体,你就已经降到了另一个层次。 此时,你几乎已经不可能放手了。 如果你开始对某人大喊大叫,如果你真的在这种不清醒的状态下告诉某人你对他的感觉,那么你就已经把那个人的心灵和思想牵扯到你的想法中了。 现在,你们两个人的自我都被牵扯进来了。 一旦你把这些能量表露出来,你就会想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让它们看起来恰如其分,但对方永远不会认为它们恰如其分。 现在甚至有更多的力量在压制你。 你首先会陷入黑暗,然后你会显现出那种黑暗。 当你这样做时,你实际上是接受了阻塞物的能量,并将它传递了下去。 当你将自己的想法投进这个世界,你也在用你的想法描绘这个世界。 你把更多那样的能量投入到你的环境中,它们就会反噬你。 你周围的人全都会以相应的方式与你互动。 这完全是另一种形式的环境污染,它会影响到你的生活。 消极循环就是这样发生的。 你拾取自己的一个想法,它只不过是过去形成的某种根深蒂固的干扰。 然后把它植入了你周围人的心里。 到了一定时候,它就会对你进行反噬。 你输出的任何事物都会规范。 想象一下,如果你在沮丧的时候将被扰乱的能量完全释放到另一个人身上会怎么样? 人们就是这样毁掉他们的人际关系和生活的。 你能坠落到多深的地方? 一旦你变虚弱了,另一个阻塞物就可能被触发,然后是再一个。 你可能会一路坠落,直到你的生活变得不能更糟。 你可能达到完全失去控制,完全失去理智的程度。 在这种状态下,你可能偶尔会回到先前的清醒状态,但是你无法维持。 你已经迷失了。 心灵中区区一个阻塞物被触发就会导致持续一生的坠落。 你是不是对此感到怀疑? 但众所周知,这样的情况的确发生过。 如果你只需一开始就放手,即可避免这一切呢? 如果你这么做了,你就会上升,而不是坠落。 阻塞物被触发是一件好事。 此时敞开内心,并释放被阻塞的能量,恰逢其时。 如果你放手,并且让内心启动进化过程,被阻塞的能量就会被释放。 当它被释放并得以向上流动时,它就会得到进化,并重新融入你的意识中心。 于是,这种能量会增强你,而不是削弱你。 你会开始不断向上,越来越高,并了解到提升的秘诀。 提升的秘诀就是永远不要低头,永远向上看。 不管你的下方发生了什么,你的眼睛要向上看,心灵要放松。 你不必为了应对黑暗而离开自我的座位。 只要你允许,你的心灵会自我净化。 卷入黑暗之中并不能驱散黑暗。 只会滋养黑暗,所以千万别转向黑暗。 如果你发现你的内心中有被扰乱的能量,没关系。 不要以为你已经没有阻塞物需要释放了。 你要稳居觉知的位置,绝不能离开。 不管发生了什么,开放心灵,让它过去。 你的心灵会变得纯洁,你将再也不会经历另一次坠落。 如果你在中途跌倒了,就爬起来,忘记它,用这次教训来巩固你的决心,立刻就放手。 不要去理论,去责备,或是试图解决它。 不要做任何事,只要立即放手,让能量回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意识中心。 如果你感到羞耻,让它过去。 如果你感到恐惧,让它过去。 它们都是被阻塞能量的残余,它们终将得到净化。 一旦你觉知到自己没有放手,就要立刻放手。 不要浪费时间,利用这些能量去实现提升。 你是一个了不起的生命,被给予了巨大的机会去超越自我,进行探索。 这整个过程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其中会有开心的时候,也会有不开心的时候。 各种事情都会发生,这就是旅途的乐趣。 所以不要坠落,要放手。 不管遇到什么,都要放手。 你遇到的事情越大,放手的回报越高,而如果不放手,你会摔得很惨。 这件事情非黑即白,你要么放手,要么不放手,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其他选择。 所以,就让你所有的阻塞物和干扰都成为旅途中的燃料吧。 压制你的事物可以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把你托举起来,只是你必须愿意走上提升的道路。 第九章,拔除内心的极次。 灵性成长的旅程是一个不断转变的旅程。 为了成长,你必须放弃努力保持原样,并学会随时接受改变。 需要改变的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就是我们解决个人问题的方式。 我们通常试图通过自我保护来解决内心的烦扰,而真正的转变使于你将自身问题视为成长的动力。 为了理解转变的过程是如何进行的,让我们来试想一下以下情形。 想象一下你的手臂上有一根极次,它可以直接触碰到神经。 当极次被触碰到时,你会觉得很痛。 所以,极次构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你很难入睡,因为你翻身时会碰到它。 你很难接近他人,因为他们可能会碰到它。 它使你的日常生活变得非常困难。 你甚至不能去树林里散步,因为树枝可能会浮到极次上。 这根极次是一个持续的干扰源,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审视你的处境,由于当极次被触碰到时,你会非常烦恼。 你决定日后要确保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触碰到它。 第二个选择是,由于当极次被触碰到时,你会非常烦恼,你决定把它拔出来。 信不信由你,你做出的选择将决定你的余生会如何度过。 这是为你的未来奠定基础的核心层念的,结构性的选择之一。 让我们从第一个选择入手,探索它会如何影响你的生活。 如果你决定阻止其他事物触碰到极次,那么这将成为你一生的工作。 如果你想去树林里散步,你就必须把树木变得稀疏,以确保自己不会碰到树枝。 由于你睡觉时经常翻身,会碰到极次,你必须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比如设计一个能起到保护作用的装置。 如果你真的对此倾注了大量精力,而且你的办法似乎奏效了,你会认为自己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 你会说,我现在可以睡觉了,我甚至想去电视节目里推荐我的保护装置。 任何有极次问题的人都用得上我的保护装置,我甚至可以赚到发明使用费。 于是,现在你的全部生活都是围绕着极次建立起来的,你为此感到骄傲。 你不断地修剪树木的枝条,晚上穿戴着那个装置睡觉。 但你又遇到了一个新问题,你恋爱了。 这是一个难题,因为根据你的情况,你连拥抱都很难实现。 没人能碰你,因为他们可能碰到你的极次。 所以,你又设计了另一种装置,允许人与人之间保持亲近,但又不需要真正进行接触。 最后,你决心实现在不必担心极次的情况下的完全的行动自由。 于是,你发明了一个全天候装置,你晚上不需要脱下它,也无需为了进行拥抱以及其他日常活动而换装。 但是它很重。 于是,你给它装上了轮子,用液压机控制它,并配置了碰撞传感器。 这实际上是一台相当惊人的装置。 当然,你得把房门都换了,这样保护装置才能通过。 但至少,现在你可以安心过你的日子了。 你可以工作,睡觉,和别人亲近。 于是,你向所有人宣布,我已经解决了我的问题。 我是一个自由的人。 我可以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做任何我想做的事。 以前这根极次主宰了我的生活,现在它什么都做不了了。 但事实,确实,极次主宰了你的全部生命。 它影响着你的所有决定,包括你去哪里,你喜欢和谁在一起,以及谁喜欢和你在一起。 它决定了你可以在哪里工作,你可以住什么样的房子,以及你晚上可以睡什么样的床。 归根结底,那根极次主宰着你生命的方方面面。 事实证明,将一生用于保护自己不受问题困扰,这非常完美地反映了问题本身。 你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如果你不解决问题的根源,只是试图保护自己,不受问题困扰,那么问题最终会主宰你的生活。 最终,你会在心理上过分沉溺于这个问题,以至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你会真心以为,你已经把问题造成的痛苦降到最低,所以你已经解决了问题。 但其实,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你所做的,不过是把生命消耗在逃避问题上。 问题将成为你的宇宙中心,你世界中唯一的存在。 在人的一生中,孤独就像极刺。 假设你的内心中有着非常深刻的孤独感,以至于让你晚上睡不着觉,白天也很敏感。 你的内心很容易感到剧痛,使你相当困扰。 你很难集中精力工作,也很难与人进行日常交流。 更有甚者,当你感到很孤独的时候,你往往会很难接近别人。 你看,孤独就像极刺,它会给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痛苦和困扰。 但人的心灵不只有一根极刺。 我们对孤独,对被拒绝,对我们的外表,对我们的精神造诣都很敏感。 我们带着许多极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它们就抵在我们内心最敏感的地方。 任何时候都可能有东西触碰到它们,引起我们内心的痛苦。 关于如何处理这些内心的极刺,你也有两种选择,就像处理手臂上的极刺一样。 很显然,把极刺拔出来对你来说会好得多。 既然能把极刺拔出来,就没有理由耗尽一生去防止它被触碰。 一旦极刺被拔掉了,你就真的摆脱它了。 但是如果你选择保留它们并且试图不被它们烦扰,你就必须改变你的生活,以避免那些会触碰它们的情况发生。 如果你很孤独,你就必须避免去那些情侣们喜欢去的地方。 如果你害怕被拒绝,你就必须避免与人太亲近。 然而,这样做与修剪数目无异。 你在试图调整你的生活,以适应你的极刺。 极刺原本属于外部世界,现在却成了你内在世界的中心。 当你孤独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总会思考该如何应对它。 你该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才能让自己不感到如此孤独。 注意,你不是在思考该如何摆脱这个问题,而是在思考该如何避免自己受它影响。 为此,你不是逃避各种情况,就是将各种人物、地点和事物作为保护盾。 最终,你会像那个长着极刺的人一样,孤独会主宰你的全部生活。 你会与一个让你感觉不那么孤独的人结婚,你会认为这很自然,很正常。 但这与避免极刺之痛,而非将它拔除的做法,是完全一样的。 你没有消除孤独的根源,你只是试图保护自己,不让自己感受到它。 如果有人去世或者离开你,孤独会再次困扰你。 当外部环境无法使你不受内心事物侵扰时,问题就又回来了。 如果你不拔掉极刺,你就得对极刺以及你为了避免它而牵扯到的周围的一切事物负责。 如果你有幸找到了一个能够让你减轻孤独感的人,你就会开始操心如何和这个人保持关系。 就这样,由于逃避问题,你使这件事情复杂化了。 至于使用设备来防止极刺被触碰完全是一回事,你必须据此调整你的生活。 一旦你允许核心问题继续存在,它就会扩展成许多问题。 你不会想到要摆脱它,相反,你能看到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尽量避免感觉到它。 现在你别无选择,只能去解决任何可能影响它的事物。 你必须操心你的衣着和谈吐。 你必须担心别人对你的看法,因为这可能会影响你的孤独感或对爱的需求。 如果有人被你吸引,而这能减轻你的孤独感,你甚至可能会向对方坦言,我需要怎么做才能取悦你。 我可以变成你喜欢的任何样子。 我只是不想在时时感到孤独了。 现在,操心这段关系成了你的一个负担。 这会使你产生潜在的紧张感和不适感,甚至可能影响你的睡眠。 然而,事实上,你体验到的不适感并不是孤独感,而是没完没了的思虑,我说对话了吗? 他真的喜欢我吗? 还是我自作多情? 现在问题的根源被埋在了这些浅层次的问题下面,而这些浅层次问题的出现都是为了逃避更深层次的问题。 一切都变得非常复杂。 人们学会了利用他们的关系来隐秘他们的极次。 如果你们喜欢对方,就得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避免撞到对方的软肋。 这就是人们通常的做法。 他们让内心的极次影响到了自己的行为。 他们最终会限制自己的人生,就像那些戴着手臂上的极次生活的人一样。 说到底,如果你的内心存在着会干扰你的事物,你就必须做出选择。 你可以转向外部世界,以避免感觉到它,也可以直接拔出极次,不让你的生活围着它运转。 不要怀疑自己消除内心干扰源的能力。 它确实可以消失。 你可以深入观察自己的内心,直到它最核心的部分,然后做出决定,不让自己最脆弱的部分主宰自己的人生。 你要摆脱它。 你希望你和别人交谈是因为你觉得他们有趣,而不是因为你孤独。 你希望你和别人建立关系是因为你真心喜欢他们,而不是因为你需要他们喜欢你。 你希望你坠入爱河是因为你真心爱上了对方,而不是因为你需要逃避内心的问题。 你该如何解放自己? 在最深层次的意义上,你得通过发现自己来解放自己。 你不是你感觉到的痛苦,也不是周期性地感到压力过大的那部分你。 这些干扰都与你无关,你是注意到这些干扰的人。 因为你的意识是独立的,并能觉知这些事物,所以你可以解放自己。 要摆脱内心极刺的束缚,你只需停止与他们纠缠。 你越是触碰他们,就越会刺激他们。 由于你总是做一些事情来避免感觉到他们,他们没有机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 如果你愿意,你完全可以先让烦扰之情涌上来,然后对他们放手。 你内心的极刺只是来自过去的被阻塞的能量,所以它们是可以被释放的。 问题是,你之前总是要么完全避开可能使他们释放的情况,要么以保护自己的名义压抑他们。 假设你正坐在家里看电视,你一直看得很开心,直到两个主角坠入爱河。 突然间,你感到孤独,但周围没有人给予你关注。 有趣的是,几分钟前你还好好的。 这个例子表明,极刺一直在你的心里,它只是没有被激活而已,直到有东西触碰到它。 你感觉心中顿时产生了一种空虚感或坠落感。 这种感觉让你非常不舒服。 接着,一种软弱感涌上你的心头,你开始回忆其他时候独自一人的体验,以及那些伤害过你的人。 过去储存的能量从心中释放出来,引起了很多思绪。 这时,你不再从电视中获得快乐,而是一个人坐在那里,沉浸在思绪和情感的潮水中。 除了吃点东西,打电话给某人,或是做点其他能让自己平静下来的事情,你还能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你能做的事,注意到你注意到了。 你可以注意到你的意识刚才在看电视,而现在,它正在观看你内心的夸张情节剧。 这一切的观者是你,是主体。 而你观看的事物,则是客体。 空虚感是一种客体,它是你感觉到的事物。 但谁是感觉者呢? 你的出路,就是注意到,是谁注意到了这一切。 这比装着滚珠轴承、轮子和液压机的保护装置要简单得多。 你要做的,就是注意到,究竟是谁感觉到了孤独。 能注意到的人,就是自由的。 如果你想摆脱过去储存的能量,你必须允许它们通过,而不是把它们藏在内心深处。 从你小时候起,你的内心就充满了能量。 你得清醒过来,意识到你就在那里面,意识到你的内心中还有一个敏感的人与你相伴。 单纯地观看敏感的那部分,你感到不安、极度、需要和恐惧。 这些感觉只是一个人本性的一部分。 如果你集中注意力,就会发现它们并不是你,它们只是你感觉和体验到的事物,而你是觉知这一切的内在存在。 如果你保持冷静,你甚至可以学会欣赏和尊重哪怕是令人不满的体验。 例如,一些最美丽的诗歌和音乐就是由处于混乱状态的人创造出来的。 伟大的艺术源自人的内心深处。 你可以体验这些非常人性化的状态,但并不迷失于其中或是抗拒它们。 你可以注意到你,注意到并单纯地观察了孤独是如何影响你的。 你的姿势改变了吗? 你的呼吸放慢还是加快了? 当孤独获得所需的空间,从而能通过你时,会发生什么? 你要做一名探索者,观察它,然后它就会消失。 只要你不沉溺于其中,这一体验很快就会过去,别的体验会接着出现。 尽情享受这一切吧。 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你就自由了,一个纯粹能量的世界将在你的内心开启。 你越是能坚守自我的位置,就越能感受到一种你从未体验过的能量。 它源自后方,而不是前方,前方是你体验你的思想和情感的地方。 当你不再沉溺于你的夸张情节剧中,而是舒服地坐在觉知之座上, 你会开始感觉到这股从内心深处涌出来的能量流。 这种能量流被称为沙克地,也被称为精神。 如果你坚守自我,而不追随内心的烦扰,你就会开始体验它。 你不必摆脱孤独,你只需停止和它纠缠。 它只是宇宙中的又一个事物罢了,就像汽车、小草和星星。 它不关你的事,所以放手吧,这才是自我应该做的事。 觉知不与烦扰战斗,觉知释放烦扰。 觉知只是觉知到宇宙中的一切从它面前经过。 如果你坚守在自我之中,那么即使你的心灵感到虚弱, 你也能体验到你内在的力量。 这就是道的本质,是心灵成长的源泉。 一旦你懂得,感觉到内在的烦扰并无不妥。 而且,它们今后不再能干扰你的意识之作,你就自由了。 你将开始获得来自后方的内在能量流的支撑。 当你体验过内在能量流带来的狂喜后,你将从容地行走在这个世界上,不会再受到任何事物的干扰。 这样你就成了一个自由的存在,你超越了。 第十章 为你的心灵窃取自由。 获得真正的自由的先决条件是,你决心不再受苦。 你必须决心享受人生,你没有理由去忍受压力、内心的痛苦或恐惧。 我们每天都在承受一种我们不该承受的负担。 我们害怕自己不够好,或是会失败。 我们感到不安全、焦虑以及局促不安。 我们害怕别人会背叛我们、利用我们或不再爱我们。 所有这些都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负担。 当我们试图建立开放而充满爱的关系时,当我们试图取得成功和表达自我时, 我们的内心都会有一种负重感。 这种负重感就是对痛苦、悲痛或悲伤体验的恐惧。 每天,我们要么感受它,要么阻止自己感受它。 这是一种核心的影响,以至于我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它有多普遍。 当佛陀说所有的生命都在受苦时,他所指的正是这一点。 人们不明白自己在受多大的苦,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体会过不受苦的滋味。 为了意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想象一下如果你和你认识的所有人都从未健康过,那会是怎样的场景? 每个人都一直患有重大疾病,严重到几乎不能下床,所有事情都必须在床边做,不然就没法完成。 如果是这样的话,人们就不会知道还有其他的活法。 他们必须耗尽自己的能量,费力地拖着身体行动,也无法理解健康和活力的概念。 思想和情感能量也会造成的后果,这些能量构成了你的心理世界。 你内心的敏感将你暴露在一个又一个不断变化的情况中,使你在不同程度上受苦。 你要么试着通过控制环境来避免受苦,要么担心未来人会受苦。 这种情况很普遍,以至于你总是视而不见,就像鱼儿看不见水一样。 只有当情况变得比平时更糟时,你才会注意到自己正在受苦。 只有当情况变得太糟糕,以至于已经开始影响你的日常行为时,你才会承认自己遇到了问题。 但事实上,你在日常生活中一直会遭遇心理问题。 要真正看清这一点,可以将你与你思想的关系和你与你身体的关系进行一番比较。 在正常、健康的情况下,你不会考虑你的身体,你只会专注于处理自己的事情,走路、开车、工作、玩耍,而不会关注它。 只有在身体出问题的时候,你才会想它。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你总在考虑你的心理健康状况。 人们总是在想,如果我陷入困境,会怎么样? 我该说什么才好? 如果我没有准备好,我会很紧张。 这就是在受苦。 那种持续的焦虑的内心交谈是受苦的一种形式,我真的可以信任它吗? 如果我向它表露自己而被利用了呢? 我再也不想经历那样的事了。 这就是因为不得不无时无刻考虑自己而产生的痛苦。 为什么我们不得不无时无刻考虑自己?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关于作为主体的我,作为客体的我,以及我的所有物的想法? 看看你是多么频繁地在考虑自己的境况,自己的喜好,以及该如何重新安排这个世界以取悦自己。 你会这样想是因为你的内心不健康,你一直在努力让自己感觉好一点。 如果你的身体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健康,你会发现自己一直在考虑该如何保护它,如何让它感觉更好。 而你的心理正在遭遇同样的状况。 你如此频繁地考虑你的心理健康,唯一的原因就是你的心理已经病了很长时间了,你的内心其实很脆弱,几乎任何事情都可以让你心烦意乱。 为了结束苦难,首先你必须认识到你的心理不健康,然后你必须承认它不一定非得是这样发展,它可以是健康的。 能够意识到你不必忍受或是保护你的心理状态,这其实是天赐之福。 你不必一直考虑你说的话或某个人对你的看法。 如果你一直在担心这些事情,你过得将是怎样一种生活? 内心的敏感是心理不健康的一个症状,就像当身体不舒服时就会发出疼痛信号或表现出其他症状一样。 疼痛不是坏事,它是身体和你说话的方式。 当你吃得过多时,你会胃痛,当你的手臂承受得压力过大时,它也会开始痛。 身体通过它的通用语言,疼痛来进行交流,你的内心则通过它的通用语言,恐惧来进行交流。 害羞,嫉妒,不安全感,焦虑,都是恐惧的表现。 如果你虐待动物,它就会害怕。 你的内心也在遭遇同样的事情。 你赋予了它一种不可理喻的责任,这是对它的虐待。 现在停下来审视一下你让你的大脑做了什么。 你对你的大脑说,我希望每个人都喜欢我。 我不希望任何人说我的坏话。 我希望我说的每一句话和我做的每一件事都能被所有人接受和喜欢。 我不希望任何人伤害我。 我不希望发生任何我不喜欢的事,而且我希望我喜欢的每件事都发生。 然后你说,大脑,想办法实现我所有的愿望,即使你不得不为此日夜思考。 当然,你的大脑会说,交给我吧,我会不停地努力的。 你能想象吗? 大脑必须努力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以正确的方式表达出来, 让别人用正确的方式接受它们,并且让它们对每个人都产生正确的影响。 它必须确保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被正确的诠释和看待,并且没有人会做任何伤害你的事。 它必须确保你得到你想要的一切,并且你永远也不会遭遇你不想要的事物。 大脑一直在试图向你建议如何让一切都好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大脑会如此活跃。 因为你交给了它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相当于指望你的身体拔起树木和一步跳过一座大山。 如果你一直拼命让身体做它做不到的事情,它是会生病的。 心理崩溃也是这个道理。 身体崩溃的前兆是疼痛和虚弱感,心理崩溃的前兆则则是潜在的恐惧和持续不断的神经质思维。 你必须清醒过来,承认你内心出了问题。 静心观察,你就会发现你的大脑一直在告诉你该做什么。 它告诉你,要去这里,而不是那里,要说这个,而不是那个,该穿什么,不该穿什么。 它从未停止过。 你高中时它不就是这样吗? 你初中和小学时它不也是这样的吗? 它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吗? 时刻担心自己是一种受苦的形式。 但是,你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你该如何让它停止呢? 大多数人试图通过在他们一直在玩的外部游戏中获胜来解决内心的问题。 如果我们拍下我们内心问题的快照,就会发现每个人都有我们所说的当前的问题,即在任何特定时刻最让他们困扰的事情。 当第一个问题不再困扰他们时,第二个问题就会出现。 当第二个问题不再困扰他们时,第三个问题又会出现。 你的想法就是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的,他们往往集中在今天困扰着你的事情上。 你会思考这个问题,思考它为什么会困扰你,以及你能为此做点什么。 如果你不做点什么,它就会在你的余生中一直持续下去。 你会发现,你的大脑总是在告诉你,为了解决你内心的问题,你必须改变一些外在的事物。 但如果你是聪明人,你就不会去玩这个游戏。 你会意识到,你的大脑给你的建议是被心理学损害了的建议。 你大脑的思维被它的各种恐惧扰乱了。 在这个世界上,你最不该听从的建议就是由被扰乱的大脑提出的建议。 你的大脑实际上会误导你。 每次它告诉你如果这次我能获得晋升,我会感觉很好,并且可以重新开始我的生活后,它的许诺成真了吗? 在你获得晋升之后,它是否让你的所有不安全感消失,并能让你在余生中实现经济上的满足? 当然不是。 唯一的结局就是,下一个问题又浮出了水面。 一旦你看到了这一点,你就会认识到大脑存在着一个潜在的严重问题。 它所做的只是营造可能使情况变得更令人舒适的外部环境而已。 但外部环境并不是导致内部问题的原因,改变外部环境仅仅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尝试。 例如,如果你的内心存在孤独感和缺失感,那么这并不是因为你还没有建立起某种特殊的关系。 后者并不是问题的诱因。 建立关系只是你解决问题的尝试。 你所做的只不过是想看看这种关系能否平息你内心的不安。 如果不能,你就将尝试其他办法。 但事实是,外部变化无法解决你的问题,因为它们无法解决问题的根源。 问题的根源在于,你在内心深处觉得自己不圆满,不完整。 如果你不能正确识别问题根源,你就会去寻找某人或某事来掩盖它。 你将躲藏在财富、人物、名誉、崇拜后面。 如果你试图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来爱你,崇拜你,并且也成功了,那么你实际上是失败了。 你没有解决你的问题,你所做的就是把那个人也卷入你的问题中。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在人际关系上遇到那么多麻烦。 一开始,你自己的内心出现了一个问题,然后你试图通过和别人交往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段关系会出现问题,正是因为是你的问题导致了这段关系的缔结。 一旦你退后一步,敢于诚实地看待这段关系,就很容易看明白这一点。 既然我们已经了解了失败的含义,现在我们再来定义以下成功。 成功之于心理的意义相当于健康之于身体的意义。 成功意味着你,再也不必考虑你的心理了。 自然健康的身体会在你做自己的事情时,做它该做的事,你永远不必考虑它。 同样的,当你心理健康时,你永远不需要考虑怎样才能好起来,怎样才能不害怕,或是怎样才能感觉到被爱。 你不需要把自己的生命都消耗在心理问题上。 想象一下,如果你内心中没有那些神经质的个人想法,你的人生会是多么有趣。 你可以享受各种事物,你可以真正了解他人,而不是需要他人。 你可以单纯地生活,体验人生,而不是试图用整个人生来解决你内心的问题。 你有能力达到这种状态,而且何时达到都不会太晚。 目前,你和你的心理之间的关系就像是一种成瘾症。 它不断地向你提出要求,而你则不得不把你的人生奉献出来,去满足这些要求。 如果你想获得自由,你就必须学会像对待其他成瘾症一样对待它。 例如,吸毒者有能力参加戒毒,停止吸毒,以后再也不吸毒。 也许这并不容易,但他们的确有能力这么做。 心理上的成瘾症也是如此。 聆听自己没完没了的心理问题是一件很荒谬的事,你有能力终止它。 你可以在早晨醒来,对接下来的一天充满期待,而不去担心会发生什么。 你的日常生活可以像度假一样。 工作可以是有趣的,家庭生活可以是有趣的,你可以享受这一切。 这并不意味着你没有权力以赴,你只不过是在快乐的权力以赴而已。 然后,晚上睡觉时,你会让一切都过去。 你不会因为生活而紧张担心。 你实际上是在过生活,而不是害怕生活或是与它做斗争。 你可以过一种完全没有心理恐惧的生活,只要你知道如何去做,停止。 让我们以戒烟为例。 说到如何戒烟,关键词是停止,这并不难理解。 使用什么戒烟贴片并不重要,说一千,到一万,你必须停止吸烟。 停止吸烟的方法就是停止把香烟放进嘴里,其他所有技术都只是你认为会有帮助的方法罢了。 说到底,你要做的只是停止把香烟放进嘴里。 如果你做到了,你就一定能停止吸烟。 你得用同样的方法来摆脱心理混乱。 你得停止告诉你的大脑它的工作是解决你的个人问题。 这项工作破坏了大脑,扰乱了你的心理状态。 它造成了恐惧、焦虑以及神经症。 你的大脑对这个世界几乎没有任何控制力。 它既不是全知的,也不是万能的。 它不能控制天气和其他自然力,也不能控制你周围所有的人物、地点和事物。 你赋予了你的大脑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求它操纵这个世界以解决你个人的内在问题。 如果你想获得健康的生存状态,就别再要求你的大脑完成这个任务。 当你的大脑不必再确保每个人和每件事都像你需要的那样发展,你内心就会感觉好一点。 大脑不适合做这种工作,将它炒鱿鱼吧,同时也放下你内心的问题。 你可以和你的大脑保持一种不同的关系。 每当它开始告诉你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以便让世界符合你先入为主的观念时,别听它的。 就像戒烟一样,不管你的大脑说什么,你都不能拿起香烟将它放进嘴里。 无论你是刚吃过晚饭,还是感到焦虑,觉得需要抽烟,不管你有什么理由,你的手都不可以再碰香烟。 同样,当你的大脑告诉你你需要做些什么才能让内心的一切好起来时,不要相信它说的话。 事实是,只要你接受一切,一切自然都会好的,而且也唯有如此才能诸事皆好。 别再指望大脑能解决你内心的问题,这是一切的核心与根源。 你的大脑并没有犯下罪过。 事实上,它是无辜的。 大脑只是一台计算机,一个工具。 它可以被用来进行伟大的思考,解决科学问题,为人类服务。 但是,你在迷惘状态下,让它花时间,为你个人化的内心问题思考外部解决方案。 你这是,在试图用擅长分析工作的大脑保护自己,使自己在生活自然展开的进程中,不受伤害。 通过观察你的大脑,你会发现,它正忙着,使一切都好起来。 你要有意识地记住,这不是你想要的,然后渐渐地脱身。 千万不要与你的大脑做斗争。 你永远都不会赢的。 它要么会立即打败你,要么会暂时被你压制,日后卷土重来打败你。 不要和你的大脑搏斗,不参与其活动。 当大脑告诉你,应该如何安排世界和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以满足你自己时,不要听它的。 关键是要安静。 这不是说你的大脑必须安静,而是说你要安静。 你是在内心观看大脑的神经质表现的那个人。 你要放松,然后你会自然而然地停留在大脑的后方,因为你本就一直待在那里。 你不是正在思考的大脑,你只是觉知到了正在思考的大脑。 你是大脑后方的意识,你觉知到了思想。 当你停止把全部心灵投入到大脑中,不再把大脑当作你的救世主和保护者,你会发现自己正在大脑的后方看着它。 这样你就可以了解你的思想了,你可以在内心观看它们。 最终,你将能够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有意识地观察大脑的活动。 一旦你达到这种状态,你与大脑之间的问题就解决了。 当你停留在大脑的后方时,你,也就是觉知,是不参与思考过程的。 你只是看着大脑思考,你只是在那里,觉知到你在觉知着。 你是内在的存在,是意识。 意识不是你必须思考的事物,你就是它。 你可以观看大脑的神经质表现,而不参与其中。 只要你这么做,就能让烦扰不安的大脑停下来。 大脑之所以在运转,是因为你在通过你的关注给它充电。 失去你的关注,大脑就会减少思考。 从小事开始,假设有人对你说了一些你不喜欢听的话,或者更糟的是,他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 比如,你在路上看到一个朋友,向他打招呼,但他却没有理会你,而是静止离开了。 你不知道他是没听到你说话,还是故意无视你。 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在生你的气,或是发生了什么事。 你的大脑开始疯狂运转。 这时候你就得做一次现实检验了。 这个星球上有几十亿人,其中一个人没有和你打招呼。 你接受不了这一现实,这合理吗? 利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小事来释放自己。 在上文的案例中,你只需选择不参与你的心理活动。 这不意味着要求你的大脑不再绕着圈子思考发生的事情,而意味着你已经准备好了。 你愿意并且也能够观看你的大脑创造它那小小的夸张情节剧。 你可以观察它发出的所有关于你有多受伤,别人怎么可以如此伤害你的吵闹声,观察大脑如何形成对策。 想到这一切的起因只是有个人没和你打招呼而已,你会感到不可思议。 这的确令人难以置信。 遇到这样的事件,你只需观察大脑的谈话,保持放松,不断释放,坚守在这些声音的后方。 坚持这样处理每天都会发生的小事。 这是需要你在内心深处做的一件非常私密的事情。 你很快就会发现,你的大脑一直在无视生非,逼得你要发狂。 如果你不想这样,就不要把能量投入你的心理活动。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这样一来,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放松和释放。 当你看到内心中发生的这些事情,你只需放松肩膀,放松心灵,然后坚守在它们后方。 不要触碰它们,不要卷入其中,也不要试图阻止它们。 只要觉知你,正在看着它们即可。 这就是你的出路,你只需要放手。 你要经常提醒自己,观察自己的心理状态,以便开始这段通往自由的旅程,这样你就不会迷失在其中。 由于对个人思维的上瘾是一个主要问题,所以你必须确立一种方法来提醒自己。 一些非常简单的觉知练习,只需要花一秒钟去做,但却能帮助你在大脑的后方保持居中状态。 每当你上车,在座位上坐定时,花一点时间想一想你正在浩秒太空中的一颗行星上旋转,然后提醒自己,你不会参与自己的夸张情节剧。 换句话说,你要立刻对脑海中正在发生的一切放手,提醒你自己,你不想玩大脑的游戏。 之后,在你下车之前,把同样的事再做一遍。 如果你真的想保持冷静,你也可以在拿起电话或打开一扇门之前这样做。 你不需要改变任何事情,你只需要注意到你注意到了。 就像清点库存,查看自己的心灵、大脑、肩膀等情况如何。 你要在日常生活中设置触发点,帮助你记住自己是谁,以及你的内心中发生了什么。 这些练习可以帮助你的意识居中。 最终,你将拥有持续居中的意识。 持续居中的意识就是自我之作。 在这种状态下,你总能意识到自己是有意识的。 你永远不会有位充分觉知的时刻。 那里,你将不需要刻意努力,不需要刻意做任何事,你就在那里。 觉知到思想和情感正在你的周围被创造出来,而世界就在你的感官面前展开。 最终,你的能量流的每一个变化,无论是思想的激荡还是心灵的转变,都会提醒你。 你正待在后方注视这一切。 现在,曾经压抑你的事物变成了唤醒你的事物。 但首先,你必须足够安静,这样你的内心才不会那么忙碌活跃。 这些触发点有助于提醒你保持居中,最终你会变得足够安静,能够单纯地观看心灵的反应,并在大脑开始活跃之前放手。 在这段旅程中的某个时刻,对你而言,最重要的事物会变成心灵,而不是大脑。 你会发现,大脑追随着心灵,心灵会在大脑开始说话之前做出反应。 在你意识清醒的时候,你内心能量的转换会让你瞬间觉知到你,正在后方注视这一切。 大脑甚至都没有机会启动,因为你已经在心灵的层面放手了。 现在,你已经上路了。 先前束缚你的事物,现在正在帮助你解脱,你必须竭尽全力为自己争取有利条件。 学会放手,你就可以解放自己的能量,从而解放你自己。 你其实有能力在你的日常生活中,通过把自己从心理束缚中解放出来,为自己的灵魂窃取自由。 这种自由是如此伟大,以至于被赋予了一个特殊的名字,解放。 第十一章,痛苦是自由的代价。 真正的灵性成长和深层的个人转变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与痛苦和睦共处。 没有变化就没有发展或进化,而变化并不那么令人舒服。 变化包括挑战我们熟悉的事物和大胆质疑我们对安全、舒适和掌控的惯常需求。 这种经历通常会令人感到痛苦。 熟悉这种痛苦是你成长过程的一部分。 尽管你可能并不喜欢内心的不安,但如果你想知道那些不安的感觉从何而来,你就必须静静地在内心面对它们。 一旦你能面对纷扰,你就会意识到你的内心深处有一层痛苦。 这种痛苦强烈地煎熬着你,挑战着你,破坏着你的自我,以至于你一生都在逃避它。 你的整个人格是建立在存在方式、思考方式、行动方式和信念方式的基础上的。 而这些方式就是为了逃避这种痛苦而产生的。 由于逃避痛苦让你无法探索你身上超越痛苦层面的部分,当你最终决定处理痛苦时,真正的成长才会发生。 痛苦处在你心灵的核心部分,它会辐射出去,并影响你所做的一切。 但这种痛苦并不是你感觉到的肉体痛苦。 肉体痛苦只在出现生理上问题的时候才会出现,但内心的痛苦始终存在于心底,隐藏在我们一层层的思想和情感之下。 当内心陷入混乱时,我们对它的感受最深,比如当事事不符合我们的期望时。 这是一种深层的心理痛苦。 心灵建立在避免痛苦的努力之上,因此对痛苦的恐惧是其基础。 例如,如果遭遇的感觉对你来说是个大问题,那么你就会害怕那些导致自己被拒绝的经历。 这种恐惧会成为你心灵的一部分。 尽管导致你被拒绝的实际事件并不常见,但你始终在处理着自己对遭遇的恐惧。 我们就是这样制造了一个始终存在的痛苦。 如果你致力于避免痛苦,那么痛苦就会左右你的一生。 你所有的想法和感受都会受到你的恐惧的影响。 你会发现,任何基于逃避痛苦的行为模式都会成为通向痛苦本身的大门。 如果你害怕被别人拒绝,为了赢得其认可而接近他们,你的麻烦只会更多。 他们只要斜着眼看你,或者说伤害你的话,你就会感受到被拒绝的痛苦。 既然你是因为害怕遭距而接近他们的,那么结果是,在整个互动过程中你都将在遭距的边缘跳舞。 不管怎样,你体验到的感觉都能追溯到你行为背后的动机。 你的行为与你逃避痛苦的愿望相关联,你会在心中感受到这种联系。 心是痛苦的源头,这就是为什么你每天都会感受到如此多的烦扰。 这种痛苦的核心在你的内心深处。 你的性格特征和行为模式都与你逃避这种痛苦的愿望有关。 你逃避痛苦的方式可以是保持一定的体重,穿特定的衣服,采取某种说话方式,或选择某种发型。 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逃避这种痛苦。 如果你想验证这一点,只要看看如果有人谈论你的体重或批评你的衣服,你会做出什么反应即可,你会感到痛苦。 每当你以避免痛苦的名义做某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拥有了转化为你想避免的痛苦的可能性。 如果你不想对付核心的痛苦,那么你为了逃避痛苦所做的事情最好能奏效。 如果你终日忙于社交生活,那么任何挑战你自尊的行为,比如不邀请你参加活动,都会让你感到痛苦。 假设你打电话邀请朋友一起看电影,他们说他们很忙,拒绝了你。 如果你给他们打电话是为了逃避痛苦,那么此时你就会感到痛苦。 假设你对你的狗喊道,嘿,斑点,过来,但它没有过来。 如果你叫斑点是为了喂它,这时你就会把碗放下,让它想吃的时候再吃。 但是如果你叫斑点是因为你今天很辛苦,希望得到它的安慰,那么它没有过来就会使你感到痛苦,连狗都不喜欢我。 为什么狗不过来会使你发自内心的痛苦? 为什么朋友说他们今天要去别的地方而不能去看电影会使你感到痛苦? 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引起痛苦? 这是因为你的内心深处有着未曾加工处理的痛苦。 你试图避免这种痛苦,而这种企图制造了一层层与隐藏的痛苦相关的敏感层。 让我们看一看这些敏感层是怎样被构造起来的。 为了避免遭拒的痛苦,你努力维护友谊。 由于你清楚自己被拒绝,甚至是被朋友拒绝可能性,你会更加努力地避免被拒绝。 为了实现这一愿望,你必须确保你做的每件事都能被别人接受。 这就决定了你的穿着和行为方式。 注意,你不再直接关注拒绝本身,你准而关注你的衣服,你的走路方式,或者你开的车。 你距离核心痛苦又远了一层。 如果有人对你说,我以为你买得骑比这更好的车呢,你会感到不安。 为什么他的话会引起你的痛苦? 有人说你的车有什么大不了的? 你得问问自己,是什么在你心里发生了反应,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为什么会这样? 人们通常不会问为什么,他们只是试图阻止事情发生。 你必须再深入一点,看看敏感层之间是怎样相互作用的。 痛苦位于核心位置。 然后,为了逃避痛苦,你忙于尽量和朋友待在一起,隐藏在他们对你的接受之中。 这是核心以外的第一层。 接着,为了保证朋友接受你,你力图以某种方式展示自己,以赢得朋友并影响他人。 这是核心以外的第二层。 每一层都附着在原来的痛苦上,这就是简单的日常互动会对你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的原因。 如果核心痛苦不是你每天证明自己的动因,那么别人的话就不会影响你。 但是,由于逃避核心痛苦正是你证明自己的动因,最终,你会把潜在的痛苦带进每一件发生的事情。 你会变得极其敏感,以至于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会受到伤害,甚至与人互动或进行其他正常的日常活动都会伤到你的心。 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即使简单的交流也会引发一定程度的痛苦,不安全感或全身性失调。 要远离这种情况,你需要拥有另一个视角。 你可以尝试在晴朗的夜晚仰望天空。 你正坐在一颗旋转于浩瀚太空中的行星上,虽然你只能看到几千颗恒星,但仅在银河系中就有数千亿颗恒星。 事实上,据估计,螺旋星系中有超过一万亿颗恒星,然而,如果我们能看到那个星系的话,它看起来也只像一颗恒星。 而你只是站在一个小小的土球上,绕着漫天星斗中的一颗旋转。 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还会关心人们对你的衣服或你的车子的看法吗? 如果你忘记了某人的名字,你还需要感到尴尬吗? 你怎么能让这些毫无意义的事情造成你的痛苦呢? 如果你想结束这种痛苦,如果你想过满足的生活,你最好不要致力于避免心理痛苦。 你最好不要用你的一辈子来担心人们是否喜欢你,或者你的车是否令人艳羡。 那是一种痛苦的生活。 你也许认为你并没有经常感到痛苦,但你确实感到痛苦了。 你花费一生时间来避免痛苦,这意味着痛苦永远在你身边。 任何时候你都有可能说错话,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你将把一生都奉献给逃避痛苦的行动。 当你审视自己的内心,你会发现你回到了同样的两种基本选择。 一种选择是将痛苦留在内心,继续与外界斗争。 另一种选择是拒绝用一辈子来逃避内心的痛苦,决心努力摆脱它。 很少有人敢直面内心,大多数人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带着许多需要解决的内心痛苦在四处奔走的。 你真的想把痛苦带进内心以至于必须操纵世界来避免那种感觉吗? 如果不必受痛苦左右,你的生活会变得怎样呢? 你会获得自由。 你将完全自由地行走在这个世界上,收获快乐,坦然面对任何事情。 你的生活将充满有趣的经历,无论这些经历是什么,你都可以尽情享受。 从本质上说,你只需单纯地生活,体验在一颗旋转于浩瀚太空的行星上生活的感觉,直到你死去。 要在自由的层次上生活,你必须学会不害怕内心的痛苦和不安。 只要你害怕痛苦,你就会尽力使自己免受痛苦的伤害。 如果你想要自由,那么你只需把内心的痛苦看作你能量流的一种暂时变化。 你无需害怕这种经历,你无需害怕被拒绝,也无需担心,如果你生病了,或者有人死了,或者其他事情出了问题,你会有什么感觉。 你不能一辈子躲避那些没有真正发生的事情,否则一切都会变得消极。 最后,你的眼中将只有许许多多可能会出问题的事情。 你知道,有多少事物会引起内心的痛苦和烦扰吗? 可能比天上的星星还要多。 如果你想成长并自由地探索生活,你就不能把你的一生都用在躲避那些可能令你伤心或伤感的事情上。 你必须审视你的内心,并决心从现在开始,不再将痛苦视作一个问题。 痛苦只是宇宙中无数事物中的一个。 有人会对你说一些让你心头冒火的话,但之后,事情就会过去。 它只是一次短暂的经历。 大多数人几乎无法想象与内心的烦扰和睦相处是一个怎样的场景。 但是,如果你没有学会坦然面对它,你就会把一生都花在躲避它上。 如果你感到不安全,那只是一种感觉,而你能控制感觉。 如果你觉得尴尬,那也只是一种感觉,它只是造物的一部分。 如果你度火中烧,你可以客观地看待这一感觉,就像你看待轻微的瘀伤一样。 因为它只是宇宙中的一个普通的事物,正在穿过你的内心。 你可以嘲笑它,享受它,但不要害怕它。 它不会碰你,除非你碰它。 让我们从人的基本倾向的角度探讨这个问题。 当能引起痛苦的事物触碰你的身体时,你会本能地避让,比如难闻的气味和糟糕的味道。 事实上,你的心灵也有这样的倾向。 如果有什么令人不安的事物触及它,它会往回缩,向后退,以保护自己。 它也这样对待不安全感,嫉妒,以及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其他任何感受。 从本质上看,你关闭了,你试图在你的内心能量周围设置一道屏障。 你可以感受到它的影响,就像你能感受到你内心的收缩一样。 有人说了一些令你不快的话,你心里感到有些不安。 然后你的大脑开始,说,我不需要忍受这一切。 我完全可以一走了之,再也不跟它们说话了。 它们会后悔的。 你的心正试图从它正在经历的事情中退出,保护自己,这样它就不用再经历那种感觉了。 你的心这么做是因为你无法应付你感受到的痛苦。 只要你不能应付痛苦,你就会通过关闭自己来保护自己。 一旦你关闭自己,你的大脑就会围绕你被封闭的能量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心理结构。 你的思想会试图解释为什么你是对的,为什么别人是错的,以及你应该怎么做。 如果你照单全收,痛苦就会成为你的一部分。 痛苦将常年留在你的内心,并成为你生命的组成部分。 它将影响你未来的反应、想法和喜好。 当你处理一件事情,抵抗它引起的痛苦时,你将不得不调整你的行为和思想,以保护自己。 你必须这样做,这样才不会使你内心对这件事的看法恶化。 你最终会在被封闭的能量周围,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保护结构。 如果你能清楚地看到这一切的发生,并理解其长远影响,你就会想摆脱这个陷阱。 然而,除非你愿意释放最初的痛苦,而不是躲避它,否则你将永远不会自由。 你必须学会超越那种逃避痛苦的倾向。 聪明的人不想成为对痛苦的恐惧的奴隶。 他们允许世界自然发展,而不是害怕这个世界。 他们全心全意地参与生活,但不是为了利用生活来逃避自己。 如果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会引起你内心的不安,那就让它像风一样吹过你的身体,而不是退缩。 毕竟每天都会发生可能引起你内心不安的事情,你随时都可能会感到沮丧、愤怒。 恐惧、嫉妒、焦虑或尴尬。 如果你观察一下,你会发现你的心在试图把这一切推开。 如果你想自由,你必须学会停止对抗这些人类情感。 当你感到痛苦时,就把它看作能量。 你大可以把这些内心体验看作能量,它们正通过你的心,从你的意识之眼面前经过。 然后放松并释放,而不是收缩和关闭。 放松你的心,直到你真正面对内心的伤口。 保持开放和接受,这样你就可以从容面对令你紧张的事。 你的意识必须愿意出现在紧张和痛苦的地方,然后放松并往深处走。 这将是非常深刻的成长和转变。 但你肯定不想这么做,因为这么做会令你感到巨大的阻力。 这就是为什么痛苦是如此强大。 当你放松并感受到阻力时,心就会想逃离,并关闭、保护和捍卫自己。 但这时你应该继续放松,放松你的肩膀,放松你的心。 放手,留出空间让痛苦从你的内心通过。 痛苦只是一种能量,你只需要把它看作能量,然后放手。 如果你将痛苦封闭起来,阻止它通过,它就会留在你的内心。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天生的抗拒倾向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如果你不想痛苦,你为什么要封闭它,并留住它呢? 你真的认为只要你抗拒,它就会离开吗? 恰恰相反,你只有释放并让能量通过,它才会离开。 如果痛苦在你的内心产生时,你放松了,并且敢于面对它,那么它就会过去。 你每放松和释放一次,一小片痛苦就会永远离开。 然而,你每抵抗和关闭一次,你的内心就会增加一点痛苦。 这就像猪霸蓝水,你被迫用心灵把经历痛苦的你和痛苦隔开一段距离。 与此同时,躲避过去存储的痛苦的常识,形成了你脑海里所有的噪声。 如果你想获得自由,你首先必须介受一件事,即你的内心有痛苦。 是你把痛苦储存在了那里。 你已经用尽了你能想到的一切办法来把它留在内心深处,这样你就不用感受它了。 同时,你的内心里还有巨大的喜悦、美丽、爱和平静。 但它们在痛苦的另一边。 痛苦的另一边是狂喜,是自由,你真正的伟大就隐藏在那里。 你只有接受痛苦,才能穿到另一边。 你要接受这一事时,痛苦就在那里,你会感觉到它。 如果你放松,它就会出现在你的意识面前,然后它会过去。 它一直就是如此。 有时你会注意到,当痛苦通过时,你的内心是热的。 事实上,当你放松并进入痛苦的能量时,你心中会感觉到巨大的热量。 此时痛苦正在你的心中接受净化。 学会享受那种燃烧,它被称为瑜伽之火。 它似乎并不令人愉快,但你要学会享受它,因为它正在让你自由。 事实上,痛苦是自由的代价。 你一旦愿意付出这个代价,就不会再害怕了。 你一旦不怕痛苦,就能毫不畏惧地面对生活的一切境遇。 有时候,你会经历那些给你的内心带来强烈痛苦的深刻体验。 如果你足够聪明,你就不会理会它,也不会试图改变你的生活来躲避它。 你会放松,并给予它所需的空间来释放,让它燃烧着穿过你。 你不想将它留在心里。 为了感受伟大的爱和自由,为了获得内心的超越与平静,所有过去存储的痛苦都必须离开。 一旦你愿意为自由付出代价,灵性的成长就会存在。 在任何时刻,任何情况下,你都应该乐于在痛苦的面前保持意识,并通过放松和开放来与你的心协调运作。 记住,一旦你把某个事物封闭起来,此后你将不得不始终对这个话题保持心理上的敏感。 因为你把它储存在了你的内心,所以你害怕它会再次发生。 但如果你能放松自己,而不是关闭自己,它将从你的内心通过。 如果你保持开放,你体内的封闭能量将自然释放,你将不再耿耿于怀。 这是灵性运作的核心。 当你能坦然面对从你的内心通过的痛苦时,你将是自由的。 这个世界将永远不会再打扰你,因为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触发存储在你内心的痛苦。 如果你不再在乎体验痛苦,如果你不再害怕自己,你就自由了。 你将能够比以往更活跃,更生机勃勃地行走在这个世界上。 你会在更深的层次上感受一切。 你的内心将拥有真正美好的经历。 最终你会明白,在所有恐惧和痛苦背后,有一片爱的海洋。 那股力量将从深处喂养你的心,滋养你的生命。 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将与这种美好的内心力量形成密切的个人关系。 它将取代当前你与内心的痛苦和不安之间的关系,然后平静和爱将接管你的生活。 当你超越了痛苦的层面,你最终将从心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